換前刮鬍 後刮鬍其實就差這個 所以我是直接拿前刮鬍貼過來 然後改一個後刮鬍就可以了 MID的話其實道理一樣 去除VALUE錯誤的話 你可以用ifWARE 完整的公式在這裡 所以甚至 假如你有發生錯誤的話 你可以貼過去兩邊比一下 看看哪邊有錯 你大概就知道了 OK 這個是剛剛的部分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完成 前面那一題 第一個是輸出公式 這個游標放這裡 你會發現連空的其實裡面有公式 然後清除這個比較簡單 然後這個是輸出結果 這個是最難的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插入函數裡面有個制定函數 然後你給它一個儲存格 它會得到最後結果 你只要向下填滿 一樣OK 所以回去的話 最好我是建議 如果可以 你就是這些都不要看 你就從頭開一個空白檔 然後從頭做到尾 如果通通做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沒問題了 然後後面如果要再做其他的練習 那會更上手 可以思考一下 我是建議學程式就是用理解的 因為如果你理解之後 其實也不太需要背太多東西 當然程式固定需要背的東西 就那些 但是有一些其實是 我那邊寫程式都是按照我要什麼 而去做下一個動作 所以程式就是一個一個一個把它寫出來 而不是說我今天用背的 用拆的 沒有啦 反正就是 需要什麼我知道了 然後我就對應的程式就寫出來了 所以有點像翻譯一下 有沒有 翻成程式碼的動作 那至於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你們可以按照實際上工作需求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先解決這兩個按鈕 應該還記得吧 清楚比較簡單 所以第一不一樣 先開這個VideoBase 然後呢 再到這個模組的地方 如果沒有模組的話 那你就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呢 我們需要第一個按鈕 是什麼 刮幅自算公式 所以你只要記得這個是一個SUB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邊 剩幅自算公式 ENTER 這個叫刮幅自串公式 ENTER 那清楚的話 其實 這邊 這裡底下 先把它全部刪掉 ENTER 然後再來 接下來 接下來就看需要什麼 FOR 當然我們另外的話 可以先把這邊 我們再按 這個需要 就是範圍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 i 等於第二列 空一格到第十列 Enter 兩下 打一個 Next 這個固定的 然後呢 移到上面之後按個 Tab 拿一個儲存格 Sales 那我就不打第二列啦 直接打 Di 列了 豆點 輸出到 B 其實為什麼我要把它縮小放放 因為你這樣看就知道了 OK 然後呢 等於什麼呢 當然如果後面公式 你就直接先打這樣 先空置串 然後呢 我建議是清除一起做好了 光臥之串這邊打個清除 那因為清除的話 跟那個輸出公式是一樣的 差別只有這個地方不一樣 再來的話就是把公式 貼到這裡面來 那貼過來的話 有一個技巧 就是這邊有雙引號 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你可以先複製 在哪裡貼上 在記事本有沒有 貼上之後 反正呢 你就取代嘛 一個變兩個嘛 機械式的做法 而且這個好處是滿多的 因為基本上 這個有點懶人的做法 因為你根本閉著眼睛做 你不太可能會做錯啦 OK 那再來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貼到這個裡面來 當然太長的話 你可以再拉過來 或者說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把它換行 那這個輸出的話 理論上應該這邊都空的啦 因為我這邊F2還沒改 有沒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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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2的地方呢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總共有1、2、3、4個 有沒有 那改的方式的話 我剛剛講過啦 你要背口訣 那個口訣真的很有用 因為後來我也甚至有點像 99乘法表 有沒有 為什麼99乘法這麼好用 因為很多人就直接背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啊 這個地方怎麼做 雙一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呢 這個and前後把它空白 一個嘛 兩個、三個、四個 其實後面喔 你不用重做啦 你只要把雙一號 到雙一號 選起來複製 貼到這個2的話 貼上去就可以 蓋上去 這個也是一樣 蓋上去 這個還有一個2 蓋上去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我這邊也要換 這邊有個 兩個and 底線 空白後面加一個底線 Enter 然後按一個TAB鍵 這樣就OK 所以喔 這邊一個嘛 兩個 三個 四個 有沒有 該可以看得懂嗎 反正以後如果你可以 就是 看到程式 馬上就知道 他的位置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OK了 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執行 有了 有沒有 然後清除 這樣就完了 其實這個 等於是有點複習剛剛我們做的啦 那 所以喔 回去的話 應該工作裡面會有蠻多類似的東西 所以你每天 多做個幾遍 我想你做個十遍以上 你應該 閉著眼睛都會做了吧 OK 好 請各位試試看喔 先把這個部分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待會的話 還有這個 用VBA 也就輸出的話 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而不是輸出公式 那這個就難了 這裡的話 可能要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個 要把Find函數 改成VBA的哪一個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要把什麼 把ifair 有沒有 怎麼樣在VBA裡面做那個邏輯判斷 OK 所以這個如果會的話 那以後呢 你要把Excel的公式 轉換成VBA的程式的話 那就不是什麼太大問題了 其實方法都大概雷同啦 只是說你要知道說 VBA的尋找函數是哪一個